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就是在很久很久以前的1886年 奔驰汽车正式申请到了用汽油做燃料的汽车的专利 这其实就是第一辆汽车的专利 在整个华人音乐史上都占到了最重要的地位 在他之前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华人就没有什么自己的流行音乐 之前再早就不说了解放前那些周旋什么等等 那是有一大批 当时产量还挺大有七八千首之多 但是那其实还不能叫完全的叫现代流行音乐 那还是很多那种江南小调等等 那真正我们有了流行音乐 中间也不是怎么断了很多年 我也没去研究是为什么 但是总而言之 华人第一个自己的巨星邓丽君 这是当之无愧的 我前一阵到这个拉斯维加斯去给斯林迪亚录音的时候 就在那个酒店里头看到一张珍贵的照片 珍贵的照片就是第一次有一个亚洲人在拉斯维加斯登台 大家知道拉斯维加斯是美国最重要的舞台之一啊 创下了四天演出的票 提前全部卖光 一张都不剩 整个西韩的华人 全都奔赴拉斯维加斯去看他演出 说明那个时候 邓丽君在全世界的华人心目中的地位 我呢第一次听到邓丽君呢 是对我们大陆长大的孩子来说震撼更大 因为我们自己那之前没有流行音乐 我们那之前都听苏联歌曲 越南歌曲 阿尔巴尼亚歌曲 这个新鲜的年轻人听着都觉得很不可思议啊 我妈妈 我从小我妈拍着我摇篮曲 就是越南歌曲 就叫什么包贝 你爸爸参加游击队 打击敌人呢 我得包贝 我居然是听着越南歌曲长大的 然后我爸爸只会唱一首流行歌 是印尼的歌 因为我们那首只唱亚非拉 以及这个苏联老大哥的歌叫什么 无为风格的吹动 我的船翻 印尼歌 然后这个 没有听过流行音乐 尤其没有听过这个中国人唱流行音乐 中国人都是在台上唱那种 辉煌那种那种歌曲 要不然就是边疆全水 清又清 少是民族民歌 所以当邓丽君来的时候 开始真的歌唱爱情的时候 那大家全疯了 当然了 也毒害了我们一代那个青少年 就是因为邓丽君 当然也因为同时代的这个穷瑶 三毛等等 这个那一代人 无比相信爱情 就爱情已经不是相信爱情的问题了 爱情是一种信仰 就觉得爱情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 包括大家到今天都在不停的翻唱的 月亮代表我的心 大家右舰吹烟 包括那时 真唱邓丽君最好的一场唱片 推荐给大家听 就是邓丽君去世之后 一个月出版的 叫夜色 是由大陆最好的 五支摇滚乐队翻唱的 因为你听过很多女生翻唱邓丽君 但是唱的比邓丽君好的是很少很少 邓丽君的那个唱 是非常非常经典 以至于当时大量的女生就在学邓丽君 但是男生用摇滚嗓唱出邓丽君的那些歌 简直太好听了 尤其是由郑军 黑豹 然后邓天朔 《轮回》等等 唐朝一起唱的夜色 我再来唱《路边野花》不要踩 特别有意思 然后他们翻唱了邓丽君十首经典歌曲 那张唱片是我听到的最好的一张翻唱 大家要去听听 邓丽君影响了我们整整一代人 他之后 应该说各种叫天后天王等等 有很多很多很多 但是能像邓丽君一样 全世界华人共同热爱的 是几乎没有的 应该说就是没有 也没有人有这么多的作品 让大家不停的翻唱 1970年的这一天 邓小平访问美国 这个是一个划时代的访问 因为这个 首先我们的领导人就没访问过美国 但是全世界都已经知道 邓小平会带领中国人民向前走了 所以美国是以接待国家元首的这个 礼节接待了邓小平 作为第一位正式访问美国的中国领导人 出现在安德鲁斯空军机场时 在欢迎的人群中 有一批特殊的年轻人 是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初 派出的第一批52名访美学者 所以那个时代 也是美国的美好的时代 因为1980年代在里根的领导下 美国终于度过了反越战 革命 性解放 等等那些时期 中国也在邓小平带领下大踏步向前进 1886年 这个奔驰获得了世界上第一辆汽油 做燃料汽车的专利 这我刚才已经说了 这个才叫汽车 所以相当于我们可以说 这就是第一辆汽车 这个不烧汽油的汽车 就不得了汽车了 咱们就是这么起的这名字 当然了汽车烧什么都有 我还见过我们民国实际烧脾柴的汽车 有烧美球的 因为那时候我们油 中国不产油 然后油油很贵 美浮石油很贵 所以那个时候 尤其到了 我还看过很多抗战期间逃难的回忆路 那时候又被封锁 更没有油进来 然后这个抗战逃难的时候 包括梁思诚临婚姻等等 很多大知识分子 最后都搭那种烧脾柴的车 就是这车 大家可以看到老照片 这车一边挂了一托 别特别大 大布包 就没有让望里征匹才用 然后其实那一大包匹 这走不了多远 那汽车很慢 但是德国 在各方面的工业技术上 这个是1886年 大家可以看到 迅速的超越英国 到今天为止 都是世界工业的奇迹 德国的东西 德国的各种牌子 代表了质量 就代表了设计 就代表了现代化 奔驰当然了 他靠来改名叫 叫梅塞德斯奔驰郎 我觉得这个人 是非常值得我学习 因为他爱老婆 这个他娶了一个老婆 是不是西班牙人 反正这个 Messettes是一个西班牙名字 很美丽的名字 他就把他老婆名字 放在前头了 所以在我们这儿 虽然还叫奔驰 我们因为习惯了 叫奔驰骑车 这个在美国管这个车 就叫Mercedes 就没有人管叫Benz 就是美国人说 我买了一件Mercedes 就是梅塞德斯的意思 就是他老婆的名字 当然在台湾 管它叫平治 我怎么知道呢 我们那代人都知道 因为大量的出现在 穷瑶小说里 因为穷瑶小说的男主角 永远是一个高富帅 这高富帅家里就得有平治 所以每次穷瑶小说一翻开 他开了一辆平治汽车 平治跑车 在香港叫宾士 但是我觉得 我们这儿的翻译最好 叫奔驰 就是又和音 叫信达雅都有 又和他的发音 然后又有奔驰的感觉 是一辆好的汽车 是一个好的名字 但我们翻译了很多好名字 都很好听 雪铁龙 听起来好厉害 雪富兰 听起来好高级 其实在美国 是最农民的一种车 叫Shavy 但我们的翻译都很好听 这个奔驰 主要是讲他爱老婆 这件事情 希望大家都爱老婆 把自己的企业 用自己老婆的名字来命名 我是因为没有企业 谢谢大家 明天继续跟大家聊 谢谢大家